今次就要去選一個支線任務關於雙子島的劇情 好,我們先走 應該會有一個特別的卡比獸和火箭兵團的劇情 還是我們之前觸發了?不要緊,我們一樣先走著 好 我們繼續向著雙子島進化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是...沒有走過? 有了,大家看到了 這裡有一隻奇怪的卡比獸 咦,怎麼了?你是誰? 問我問我,為什麼有這麼多卡比獸? 它是有雪劑性的 咦,就是這樣,我需要先測試 OK 想看看又大又硬的克拉克羅斯 有一次當我晚上暈了這個山的時候 一隻精靈好像雪人一樣救了 好像在晚上9點至凌晨12點 就是這個吧 對了,OK 那這一隻是一隻雪人的卡比獸 雖然它的樣子做得不... 真的不算太過... 真的太過雪的形態 但是都... 好,當時都是船人的卡比獸 OK 那麼難捉獎 咦,可以了,立即搞定了 那它有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事 咦,它有啊 它的圖鑑也有改到的 OK 但我認不到 應該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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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剛才那個女生說的故事一樣 它就是... 救人的 譬如那些人呢 即將就要在這個雪山上 倒下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雪翼的卡比獸 去拯救它 好,回到中心之後呢 我們就檢查一下這個卡比獸 是什麼能力值 那... 兵屬性的卡比獸 加特攻減特防 有點差 其實純兵來說都OK的 不過我其實... 普通啦 對啦 就是兵屬性來說不算太強啦 然後... 看它的攻擊向也不算太強得去哪裡 應該跟正常的卡比獸差不多 對啦 速度來說都是這樣啦 都OK的其實 都幾有趣 不過如果它可以把模組更加改變樣貌 就更加好 因為這個很明顯看得出 只是將它那個... 原本卡比獸的樣子 改了一點點顏色 對啦 將它色調改了一改 好,那現在下來呢 我們就會做一個任務呢 就是關於... 之前呢 在雙子島見過第一個火箭兵團的小兵 他就說呢 其實不想幫他做事 但是呢 就由一個芯片植入了那個... 人體道 那所以呢 其實最終呢 那個雙子島那個兵就死了啦 然後呢 當我們來到西爾法公司的時候呢 其實都還有一個呢 就是... 他的親戚啊 或者是兄弟之類的 然後接下呢 我們就去見第三個相關人士啦 OK 那就是這裡啦 應該 好 又是這個卡羅啊 是不是卡羅還是卡夢啊 喬沙死了 喬沙應該是之前 曾經有過的火箭兵團的兵仔 你去哪啊 去一個遙遠的地方 NO 等等 斷役資料啊 OK 對了 那其實這個故事呢 之前都發生過 即是相似的劇情都發生過兩次了 OK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好 只要上到來這個位置呢 你就會看到剛剛那個角色在這裡 OK 你這裡做什麼啊 據我所知這裡是有兩個選項的 那我們儘管給大家看看兩個選項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失去了一生自用 我不想再繼續下去了 你做個孩子啊 你的孩子還需要你的 我應該跑過去捉住他嘛 那我們先按C 他走了我來了 不要啊 蛤 我不是捉住了嗎 蛤 結束了OK 那我們看另一個 好 你需要想清楚啊 在他死之前 他不是自己的孩子出身感到高興嗎 嘩 如果不捉住他 他才會想 我不管啊 什麼都不重要 你還沒想清楚啊 求求你不要做一些不理智的行為 你兒子還需要你啊 阿喬沙 還想呢 你和你的孩子一起生活下去 喬沙 節約資料的篇章結束了 OK 那啊 那之前的劇情就是說呢 其實有 有一定 有一個還是兩個的火箭兵團兵仔 其實已經開始不想為火箭兵團做事 但無可能我們呢 他們已經被一些幹部人士 植入了人體芯片 所以最終他是沒辦法背叛的 就算背叛了 他還是要接受這個人體爆炸的命運 這個就是第三個人士 開始上學了 認識了很多朋友 看著他一天長大 我太高興了 這個啊 我可以媽媽打 我想知道 他爸爸生什麼樣子 他已經看不到 因為已經 爆炸身亡了 據我所知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